《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傑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節回來 我們現場嘉賓訪問提一提大家 NBO TV會現場直播 嘉賓已經在我們身邊 就是補城保險首席客務營運及健康保障業務總監歐陽佩玲女士 Hello Candy 你好 早安 我們剛剛也有講了很多關於醫療方面的話題 有時醫療系統越來越發達 對於病人來說是好事 但如果成本能夠再便宜些 對於基層或市民來說更加好 近日興起了一個新辭會叫就醫自由 原來就醫自由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居民來說 意味著在醫療服務體驗選擇上 自由度會好些 包括享用了跨境醫療服務 但他們在這方面仍然有不少的挑戰 今天我們會和Candy詳細探討相關的話題 先問一下Candy 疫口服償之後 很多行業都說不似預期 保險行業的情況是怎樣 Candy可不可以和我們分析一下 多謝你的問題 我們看到挑戰 但同一時間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機遇 因為疫口之後 其實客戶不同的市民 無論在香港或內地 其實他們對於醫療保障或健康的話題 熱衷了很多 尤其關注 尤其關注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去年12月做了一個大灣區居民的查訪 當中我們看到很多客戶 他們很有興趣 包括了醫療 包括了儲蓄 另外危疾 超過七成的市民 是很有興趣的 當然隨著我們現在 大家都看到 北上南下是一個趨勢 其實去內地或在香港 跨境的醫療 其實也是一個熱門的話題 跨境醫療 隨著我們北上的風潮 帶動是其中之一 最簡單是可以牙科洗牙 很多人已經體驗過 這有多簡單 我也體驗過一次 好好服務 售後還去微信問你 怎麼樣 第二天有沒有事 跟香港很不同 有時電話打不通 醫療上的改變 心態或方法上的改變 會不會對於買保險的意欲 保險的保單範圍 會否有些改變 這件事絕對會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要求更高 例如剛才提到服務水平 或者預約要等多久 等等都是他們考慮的因素 當然在選擇過程中 其實他們會考慮到 第一 有多方便 例如網絡的闊度有多大 這是絕對會考慮的 例如一個例子 我們最新的計劃 高中醫療自由行 是有超過14000家 醫級醫學院選擇 而坊間可能是大概2-3000家 這就是他們其中的考慮因素 到底我有多方便 去找到一些網絡醫生 這是最重要的 對 方便是很重要 有選擇 最重要是有就醫自由 第二 其實就醫治療的定義 我們在7月也發放了 就醫治療的調查報告 很有趣 第一 定義什麼叫做就醫治療 我們訪問了750個大灣區居民 他們什麼叫做就醫治療 第一 他們認為當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是有選擇權 看哪間醫院 哪個醫生 哪一類藥物 是有選擇權 第二 當他們有需要 有適切的治療 立刻一下 第三 是可以應付到 不斷增加醫療開支 這就是所謂就醫治療 而最令我們驚嚇的一個查訪 結果就是 超過90% 94%我們的受訪者 告訴我們 他們是有憂慮的 對於就醫治療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們覺得 醫療的成本 醫療的收費 越來越高 我想這個都很容易理解 大家要深深明白 其實醫療的洗費 有時候真的可以 數量是預計不到的 沒錯 沒錯 所以他們很擔心 到底他們是否真的有選擇權 保障夠不夠等等 我們聽財務自由 聽得多 經常講怎樣財務自由 最好是40歲 30歲的人說要財務自由 但這是很理想的 其實 可以在財政上 無一無類 現在講的就醫治療 這個概念 Candy解釋了 讓大家在看醫生 或者治療 需要醫療的時候 不需要顧慮太多 包括財務上 或者是在選擇醫療方式上 加上我們現在一代的資訊 發達了很多 以前睡在床 等醫生 聽命於醫生 現在不是的 現在病人都懂得問很多問題 這就是要就醫治療 就可以因爲這樣出現 病人都有很多知情權 香港醫療失數和 可供選擇的醫療機構 可以說算是數一數二 但為何港人 在醫療服務體驗上 自由度方面 就低於大灣區整體的水平 是的 我第一個調查 見得到 醫療費用公安 主要是 難以達至就醫治療的主要原因 我們的受訪者 告訴我們 他們預計 未來十年醫療開支的增幅 將會達到17.7% 這是教導受訪者 整體受訪者 在大灣區的受訪者 升幅更高 而鑑於醫療開支不斷上升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香港受訪者預計 大概需要670萬港幣 才實踐到大致 而內地居民 大灣區內地居民 他們預計是420萬人民幣 這是等於什麼呢 大概差不多是十年的家庭收入 所以負擔是相當大 還未計算醫療成本會不斷上升 究竟在現階段應該怎樣部署 我覺得未與籌謀 一定要做好準備 因為我們的調查顯示 近六成的受訪者 只是打算用我們現有的職種去應付 或者是通過現在有一個全職的工作 去應付醫療開支 但這不是足以長遠可以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要早一點的妥善規劃 和善用我們醫療的保障計劃 這方面我有一個提議 除了買所謂的醫療保險 或者善用之外 最重要是用醫療職負服務 這是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 預先批准 由保險公司直接支付這些費用 去到醫療機構 免卻現金流的壓力 即是至少你不用自己先電資 有時你可能自己先電資 你都沒有這個金額 沒錯 這是重要的 而有一樣東西我想提一提 就是現在坊間有很多不同的醫療計劃 而我們保成的醫療網絡 推出了 就是跟一些醫療機構合作 由醫療機構去直接幫客人 去處理它 因為坊間大部份就是叫客戶 或者用彈牌 拿些彈牌 就給你的保險經紀 幫你處理 這樣 這樣就幫到他們的走意時候 因為現在醫療都可以叫講假 不一定是收足 有時有些醫生可以見你的 老友 收你五折六折都有 這些如果病人純粹靠病人去爭取 可能都病到七彩了 睡在病床上 沒什麼心機去講人馬 但如果你說早期 還沒落實醫療整個套餐 可以有一些協助 其實這是很重要 因為還有專業知識 病 病一次而已 有很多人都是 但如果你是專業的 做一些醫療的申索 就可以每天都做一些個案 大概都知道市價 但有時大家會擔心 就算我買了醫療保險 理賠上面可能會不會過程相當複雜 特別是一些跨境的個案 目前北上消費成為趨勢 對於跨境的醫療產品相關的醫療需求 近年也看到有所增加 究竟跨境醫療的個案 理賠上面的情況是怎樣 當中以哪一類的疾病 可能是較多 你說得很對 其實不單止是不上消費 我自己提及 其實正員所說 不上南下 香港高財通的計劃 也吸入了很多內地人士 來香港定居 這班居民也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對醫療的服務 是有一個要求 根據我們就已自由度的調查顯示 56%的受訪者 其實過去三年曾經使用過趨勁醫療服務 甚至超過七成 每年是多次使用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他們亦預計未來是會增加的 是一個數字 我們和你們分享一下 其實比較2022和2023年 中國內地趨勁醫療個案 是增幅達到38% 由278個案件到378個案件 而當中 你剛才問到 哪一類型的疾病比較多 就會是消化系統 而胃炎是主要的 吃得太好東西 真的要休息一下 很多人移居到內地 內地自然有醫療的需要 但可能以前買了保單 在香港 這些跨境的申索成為一個趨勢 如果未買保險的人 將來可能有計劃 可能北上或日後退休 在大灣區置業養老 有什麼特別要考慮 或者如何安排 又或者你們在設計產品時 有沒有看到 北上求醫的趨勢是怎樣 設計上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配合 有啊有啊 其實很重要地 是要有持續續保 在香港我們 尤其是保證這方面 是做得非常領先的 譬如新出的計劃 剛剛7月下 高端醫療自由行李 其實是保證續保 這是很重要的 我想你也聽過 有些方向有保險的情況 譬如你陪 之後 有可能未必會邀請你續保 但我們是保證的 另一方面 其實整個Journey 由預防、診斷、治療、康復 是要一站式的服務 剛才我提過 我們醫院的數目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趨勢 譬如我們超過14000間 另外還有增值服務 這個也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產物設計方面 除了產品 服務我們也優化 包括了醫護家的電子服務平台 當中有15個增值的服務 其實很簡單 好像日常用手機 用手指按 預約醫生 做電子的看醫生 另外也可以做預先批一 也有第二醫療意見 即是很多事都可以在那裡做到 沒錯很方便 等於你日常用手機一樣 對 這個真的很便利 大家都是用智能手機生活 現在沒有手機 沒有半條命 那這些服務 既然多了這麼多 也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方便等等 其實也要成本 加上醫療也有通脹壓力 大家說 那補費有沒有上條的壓力 其實補費是基於不同的因素 當中包括你所說的醫療通脹 亦都有其他考慮因素 我們會定期去檢討 但是 我們是不會把那個醫療通脹 引致那個加價壓力 完全轉介給我們客戶 好像剛才主持你這樣說 其實很重要 就是用多些東西 我們譬如看下醫生 其實透明度會增加 預算又會比較安全等等 我們要有很多措施去幫我們的客戶 現在醫療科技 金融科技 可否可以引進去煞嘗的過程 即是我們現在簡單去到商場 消費員拍車優惠 儲訓等 都不用去排隊 程式就是APP 拍張收據 有些收據都不用拍 直接 掃浴科技 入停車場都很方便 拍下車就已經可以 拍了車牌就已經開閘 下雨都不用 要按個按鈕 理賠方面 日後都可以更加引用科技 一定 我們一定要與時並進的保險業 在理賠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moment 就是一個時刻 因為其實那個時間就是客戶最需要支援 所以我們要令到 最狂妄的時間 對 最狂妄的時間 真的害怕 還有經濟壓力一定會走 所以我們的使命是怎樣 令到整個理賠是要快 是要減變 所以我們用大量的金融科技 令到處理理賠的時間大幅減少 其實我們譬如舉一個例子 關於住院理賠平均的時間 我們是減少56% 是用了金融科技 繼而轉數快 現在日常生活 方便 即時住院理賠 即時收錢 傳統是用支票的 傳統支票 你要等對 又要等時間去進 但如果這些 按個按鈕就可以了 沒錯 甚至乎再講深化一點 我們現在也在籌備 用我們人工智能支援 去探討 分析一些理賠的詐騙 或濫用 這也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令到保險池要健康 最重要是健康 因為不健康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 都會有影響 沒錯 另外目前的經濟環境之下 你怎樣看前景呢 特別是我們講 各行各業 都可能有些財源 或者倒閉的情況 當然政府也很著力 在振興經濟 經濟環境和保險業界方面的前景 怎樣看呢 我們是正面和樂觀的 隨著去年政府發表了 香港保險業發展策略藍圖 我們看到很多機遇在裡面 亦都會掌握一下 包括了些什麼呢 其實剛剛提到的生產品 當中我們5月份 跟了7間很定精的醫療機構合作 當中有些什麼好處呢 對於市民 其實是一個暫升的醫療生產圈 其實這7間醫療機構 是會直接 好像我剛才所說 幫客戶申請預先筆 做政府 不需要有壓力和煩惱 在經濟上面 另外今年2月 大家都聽過很出名的 一個醫療集團 在內地 叫做深圳新豐黃木家醫院 我們也是首間保險公司 跟他們合作 亦都是直接做醫療政府 去年11月 暫身的 我們是首間保險公司 推出一個大灣區 跨境癌症治療服務 跟香港綜合中心 和中山陳盛海中西醫結合醫院 一起去合作 剛才有說過 亦都是我們市場之冠 內地的指定醫院數目 超過14000間 等等的事情 其實都是配合政府的發展方向 來到無論身處內地 香港的居民 亦都是得到受惠 這個前景 怎麼看呢 現在我們就說 香港都面臨很多挑戰 樓價股票 全部都是向下走 但是保險業 似乎相對來說 都幾一枝獨秀 尤其有內地的保單 又有些新的來港人士 又要買香港的保險 業界的發展是怎樣 你會否鼓勵年輕人考慮入行 會鼓勵 其實保險 我自己從畢業 一直做保險業 做到現在 其實很看到整個過程 這一個年 即是二十幾年 經驗之外 真的很看到保險 怎樣幫助人 其實我無可置疑 而且由以往 現在的接受程度大了很多 沒錯 反而我反過來 是覺得現在的經濟有挑戰 環境有挑戰 市民會更加深度去想 到底我自己保障夠不夠 否則沒有保護罩 其實真的很惶恐 我反而是覺得這樣 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 我絕對鼓勵新一代年輕人 可以考慮 因為其實 今天做保險業 其實是一個很專業化 其實幫到很多人 所以我是很鼓勵大家 去考慮一下 年輕人真的要入行 有什麼提示給大家 最重要 我自己覺得 首先 肯幫人的心 做保險 最基本是有一個 叫做同理心 這是第一的 第二 就是有個決心 去增加自己的醫療知識 或者保險知識 這是最重要的專業性 當然 第三 就是去到涉及不同的客戶 不要限制自己 是某一類型的客戶 就是那個的共用 和diversity 都是重要的 當中 公司業務 接下來是怎樣部署 公司業務 其實很簡單 我們是一定一定 以客為先 做任何決定 任何產品設計的服務 都是以客為先 另外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策略 就是健康業務模式的主題 我不祝福剛才所說的 但最重要是我們希望 在健康業務上 可以大膽加力 令到我們 在市場上 醫療保險的受損 為更多客戶 會提供保障 大家因應自己的情況 好好考慮健康 和安排是怎樣 最重要是有很好的健康 才能工作 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 今天多謝Kendy 多謝 謝謝 拜拜